广东省卫生计宣委通报 中国大陆首例输入型 周冬呼吸症候群MERS患者病情加重 与这名男孩男性患者 密切接触者已追踪到64人 仍有13人失联 大陆公布约官方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0.2% 虽想不扩张 但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 接触在机器融库线以下 此时大陆制造业进出口形势依然严峻 中国南方连日来强降雨 广东积水成灾 而西北部的甘肃和东北部的吉林 哈尔滨分别遭到冰暴和大风雷雨袭击 建筑物受损 局部地区停电 路空交通也受到影响 卖房 卖车 淘宝现在又将银行的不良资产挂上网路拍卖 阿里巴巴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近日达成合作协议 信达将把人民币40亿元 约行台币200亿元的不良资产 放在淘宝拍卖会资产处置平台上 6月20日正式开拍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